大家好,今天聊一下这个网红圈发生的事 一位30岁的网红,他叫刘野,走了 和另一位网红两人产生了矛盾 深夜两人就见面,不幸就是走了 离开了美好的世界 1月8号的时候,今天网红小娜娜透露 她这个徒弟刘野 走了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吧 小娜娜是拥有千万粉丝的一个大网红 她这个徒弟遍布全网 这个刘野是比较出名的一位 根据了解,刘野走的原因就是跟人见面 然后就是说,没救过来吧 使刘野受伤的呢 也是一名网红 她的网名叫大踏 她也是小娜娜的徒弟 两人呢,就是算是网红界的一个同门师兄弟啊 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吧 更何况在网红圈也是一种名利场吧 这些年也出了不少的这种草根网红 小娜娜本人呢,也出生于农村啊 这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但是呢,就是说 整个团队非常放得开啊 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她这个师傅小娜娜啊 在直播间就是大概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啊 就是说,大概这个事发是在1月2日的晚上啊 刘野和大踏啊 当天就是说 嗯,拍完视频吧啊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么个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私下里就是说 两人又私下里又见面啊 刘野跟大踏 大踏当时这个情绪非常激烈啊 就是说 可能是两人 唉,手拿冷冰气吧啊 导致这个网红刘野啊 嗯 到了医院没回来啊 到医院 反正这个大踏也 也已经就是进去了啊 整个就是后续事情啊 还在就是调查之中啊 这个大体过程呢 就是差不多啊 虽然就是说 小娜娜 就是说啊 自己不知道 刘野和大踏是什么原因 而争吵啊 反正就是说 想必呢 两人之前应该是早有矛盾啊 不然就是短时间内啊 不话 搞得这么 激化啊 反正就是说 唉 神明就是师傅吧 和公司负责人吧 小娜娜这个平时呢 也应该就是说 梳理一下关系啊 可能整个事情呢 不会发生的这么心痛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订阅啊 没有订阅呢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啊 就是 就是此时这个小娜娜啊 拥有千万粉丝的小娜娜 非常心里不舒服啊 就是刘野走了啊 小娜娜 没有在第一时间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唉 就说作为网红吧 作为网红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